主料,日本豆腐300克,香菇20克,淀粉20克,辅量,油,盐,鸡精,洋葱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豆腐和淀粉,将豆腐切成两厘米的厚度,沾上淀粉,备用,锅内放半锅的油,烧热,在油漆八成热的时候,放豆腐下锅,切记不要关火, 盛出豆腐备用,这样才好控油,香瓜,用烟水浸泡一会,锅内放油,下洋葱炕锅,放香菇丝下锅,一起翻炒,搅拌一点淀粉水下锅,加盐,鸡精下锅一起翻炒,加点水,均匀搅拌收汁,出炉的哦,烹饪技巧,切记不要关火,盛出豆腐备用,这样才好控油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